我刚才突然想起来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马萨六转车的 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 晚间黄金段插播的一则广告 就是一辆银色的马萨六轿车穿接过巷 大楼的玻璃幕墙和礼石上的积水都映出它的影子 然后最后它一个灵力的转弯停在画幅的中央 亮出了广告语魅力科技马萨六 外观方面这辆06款的车有哪些地方依然打动我呢 首先就是它这个非常扁的车头设计 整个车头非常的低矮 然后线条的过渡又十分的流畅 这整个那个柳叶型的大灯非常的运动 并且原厂就带远近光掀起大灯 大灯气系统也是原厂标配 之前有过故障已经修好了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灯开启的状态架 启动这个雨刷扑感 依然好用 然后这个水嘴前一阵 因为我喷漆的原因有过阻塞 后来通不开了 我又上网去买了几个原装的喷嘴 这个喷嘴大概 副厂价是在25一个 原厂的是65吧 然后轮胎的话 冬季使用的是米其林的冬季胎 尺寸是205 516 不要觉得米其林就跪到哪去 因为205 516这个轮胎适配的车型太多了 所以说它的拿货架很低 大概在420左右一条吧 轮圈是这个5伏的铝合金轮圈 16寸 马萨6配这个轮圈 如果现在人看的话 B级车配16寸轮圈 205的轮胎 好像就有点说不去了 虽然像那个凡尔赛 依然还有205的轮胎 但人家至少也是一个18 19的这个轮圈尺寸吧 我夏天的时候给这辆车配了一个18寸的轮圈 是配225 4018的轮胎 也是米其林的PS4 但是我认为对变速箱的负荷稍稍有点大 以后是否继续沿用不一定 车尾是双出排气 扁嘴 比较低调 然后尾灯与前灯是呼应的 是这种破筒式的尾灯 那年代这种圆形的破筒尾灯是偏运动车型的标配 倒车影像是我家的 因为这只车没有倒车雷达 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太阳膜方面的话 我给它装的是3M的太阳膜 浅浅厚深 然后车顶的行李架原来是有一些氧化 我在坐骑的时候 把这个起零架直接喷黑了 一劳永逸 车顶带一个普通的小天窗 不漏水可以正常工作 然后这车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前窗 前窗玻璃是国产的 有仪器的标志 服药 然后后窗 从避住往后 这个车的零配件跟马达六的三箱 是不完全同用的 特别是它这个尾门的内衬 之前有裂痕 然后我买了新的 从北京发的货 找了好多家店才买到 很麻烦的 看一下它这个后备箱 后备箱空间大概 容积能有500多升 带那个一键放导功能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一键放导还是很方便的 后排座椅是四个分隔 然后一键放导 放导之后是一个 纯平的状态 我之前帮朋友装货的时候 大概最大号的指标箱装了八个吧 一点都不费劲 而且地台的这个 开口很大 地台较低 整个人坐上去一点也不费劲 我之前 之前那个开 奥迪的奥路的时候 它这个地台就太高了 然后如果真想坐到后备箱的话 就觉得很难受 两边的话 还有一些隐藏的这种储物格 如果要是德国车 可能这里面应该放寄油 这车不烧寄油不用放 还有这种小的挂钩设计 它还带一个后备箱的这个 这周网 但是那个周网 我嫌那个后座放倒的时候 它有点碍事 我就放在车库里了 那个周网还可以放在 壁柱下面 然后把第一排和后面的空间 整体也分转开 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后备箱底下 就是那个同样尺寸的 铝合金轮圈和备胎 跑肉速度的话还挺方便的 也是205516 包括它的拖车钩 就是这种顺 了断式的后备箱盖板 这个后备箱垫是在气泡绳踩的 因为这个车很多配件确实不是那么好买 这里也是放些杂物 本来应该有着原车的三辆牌 三辆牌让我放在备胎上 到车内看一下 它一些不错的配置 对 带这个我要是进入 来到车内 看一下它这个仪表 仪表的风格 还是运动为主 然后背光是橙色的 目前行程里程是16万2000公里吧 没有什么问题 整个车的 易损件 橡胶件 都已经更新过了 包括像邮泵啊 还有发电机电瓶之类的 它这个内饰部分 我做的改动就是 加了一个这种 那个带预屏的 中控触摸屏 实现蓝牙功能 然后带一些基本的导航 以及实现这个 导致影像功能 下面是原车的这个信息屏 信息屏的话 首先是时钟路呢 然后有这车的油耗显示 以及续航里程 右侧的话能显示室外的温度 和当前空调设定的温度 设定是24.5度 然后右侧的旋钮 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温度设定 单区的自动空调 带6叠CD 但这个6叠CD暂时使用不了 CD机没有坏 只不过是我装这个多媒体的时候 把音频线切到 后安的这个车机上 所以说原来的这个CD机 没有接音频 原车是带6个扬声器 包括这个A柱 A柱夹的这个位置 有两个高音 然后每个车门上有一个正常的扬声器 音质一般般能接受 带自动大灯功能 然后自动雨刷 后窗的喷水和雨刷 也都工作正常 看一下几个不错的配置 06年的车 它是带DS1路脑 现在有的车还没有装 这个ES1车身肯定系统之类的 我觉得真有点说不过去 然后是看一下它这个后视镜自动遮叠 06年的车 06年的车后视镜自动遮叠 我觉得这个配置还是很好用的 其他方面的话 它是五速的自动变速箱 发动机是只有160多匹马力 应该跟蒙迪欧制胜是同款的 代号L3型号 双顶直突然轴 单张四气门的发动机 带可变气门正时和可变进气气管 不过花里火哨的功能一堆 实际上性能一般般 口罩性还是可以的 包括这个变速箱的口罩性也不错 前一阵我刚刚对它做了大宝 还不错 全车是带六气囊 然后原厂的定速巡航 别的看一下还有什么 对 看它是双层的这个出入箱 我觉得这样整理东西还挺方便的 而且直接都带英米草 看一下后座中间 座椅很容易就能恢复过来 而且安全带直接都在这个靠背上 不用从后面再去掏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后排出风口 但是那个年代的车都带了这个烟灰杆 我不抽烟也用不上 然后车顶这个部分 这个卡扣是用来那个卡那个置物这个栏网 可以把它那个固定在地板上之后 然后把这个网子卡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整个后舱可以作为一个后舱 这个设计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四六分车状态下的话 这边可以将将做两人 中间地台的凸起不是很高 腿部空间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新速腾 比新速腾要稍稍短个不到六公分 然后整个车的车长应该是要比速腾短八公分左右 这个车最让我满意的另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低重心 还有它的操纵性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之前开的是A骚肉的 那个车型虽然它的适应性很强 但是因为它兼顾了这个通过性 整个车的重心有点高 实际上过弯的这种稳定性和驾驶的去 并没有这台老车这么好 因为这只车整车的最低的离地间隙 才15公分 并且它直接就装配的是前双横臂带恒向稳定竿 后多连掌式的那个旋转系统 这套旋转的话还是值得一说的 看一下它的发动机仓 我给它装了顶巴以及下面的一些加姜杆和井子架 电瓶也是新款的瓦尔塔电瓶 机舱还算干净 基本所有的油液和易损件我都更换过 所以说还挺满意的 水箱的话也换了一个新的水箱 因为原来的水箱堵了 在夏天有一次开锅了 看一下它的座椅 座椅是原厂的这边座椅 但是这两只座椅已经让我更换 那个表面皮股了 因为原来这个主驾驶座椅被做的比较脏 磨损比较严重 副驾驶实际上可以不用换 但是不换的话 前排两个座椅的行丘程度差的太多 就一并换了 然后前排座椅的话 主驾驶座椅带八项电动调节 带三组座椅机翼 方向盘的话是手动的前后上下客条 现在这个方向盘带前后客条 都能算是的配置了 真是不出思议 后座的皮股还是原来的 没有换 是这种 有点像我朋友那种老奥德赛的这个座椅 带这种褶皱 确实磨损不算严重 看中间的头枕 是标准的头枕 还可以调节高低 然后手枕功能正常 中间带一只厂台式的背架 这台车 估计就会一直留到最后了 不打算对它做太多的改动 就保持它所有的领部件正常工作 就可以了 然后油耗方面的话 大概市区13只油吧 高速的话 在8只油左右 目前就是这样 以后有众多的信息 还会跟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再对手勾的顶贴 你再次约顶贴 你再次游一下